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,北京时间2021年5月4日,距离CBA决赛已经过去了好几天,在这段时间中,杨明教练可谓是受尽了磨难,因为很多球迷将辽宁夺冠失利的主要责任都放在了他身上。 但实话说他确实应该,背负一定的责任,但也不是全部吧,其实本赛季,杨明在职教辽兰时,就一直备受质疑,这导致他内心的压力一直都很大。 在书球的那天晚上,有消息透露他,已经主动提出了辞职申请,但是,并没有得到批准。可以看得出来,辽明高层,无疑是想将他,作为一名潜力教练来加以培养。 不过也有球迷认为,这不能耽误球员的职业生涯。不管怎么说,杨明作为新教练,经验这块,确实不够多。毕竟还年轻,他还需要,一定的成长。 所以说,我们需要给他时间。而在最新的篮球赛程中,杨明迎来了一个好消息,那就是在,下一个全运会上,周琪和高师岩会回来。 根据消息呢,他们两人已经前往沈阳,和辽宁队会合了。虽然说,在CBA冠军赛中失利,但这并不意味着,他将会一直失败下去。 这次的全运会,说不定就能够,再次和广东队碰面。虽然说大名单,最终还没有确认,但我们大概也能够,猜出个所以然来。 根据分组的情况来看,辽宁和广东出现的问题,都不会很大。所以说他们很可能,会再次相遇。 这个时候杨明,完全可以一起前耻,但双方的阵容,会有着不小的变化。周琪和高师岩的回归,会让辽宁的阵容,再次上升一个档次。 尤其是内线的实力,在坐拥大魔王周琪之后,他们的护框,和防守禁止的能力,会很强。 这一套阵容下来,联盟之中,没有几支球队,能够抵挡得住。 而广东这边,易建联,依旧没有办法出战,但是流传星和沈子杰,会代替广东参赛。 但这相比于辽宁的阵容来看,似乎还是,有一定的差距。 而杨明现在被批上,全运会教练的职责,毕竟在辞职的时候,被拒绝了,就足以看出,高层对他的信任。 即使在经验方面,不如杜丰,但他胜在年轻,有足够多的精力,去研究对手。 现在他最主要的问题是,要好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,调整自己。 毕竟总决赛的失利,对他造成的打击,肯定也不小。 外加上外界,对他有那么多质疑。他这次,如果能够准备充足,势必能够给予外界,质疑生一个强有力的回应。 这次的全运会之战,精彩程度,不会亚于CBA总决赛。 毕竟杨明是需要,带着复仇的心态去的。 所以说,CBA决赛,没有看过瘾的球迷们,这次的全运会,一定不要错过。 这次辽宁,是否能够战胜小组球队,然后跟广东相遇,我们也只能留给时间。 虽然说,从实力端来看,他们俩相遇的问题不大,但在篮球比赛之中,保不准,会出现暴冷的情况。 如果辽宁,没能支撑到最后,那恐怕才是,最令人意想不到的。 不过这种概率,还是比较小,毕竟阵容实力,摆在那呢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